森巴体坛三层皮一针剑鞋砍到底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 今天胖周跟各位球迷咱们一起来聊一下CV 聊一下北京手钢 我们知道CV常规赛第二阶段结束之后 隔着球率进入到了放假状态 那么每队也都迎来了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的这么一个间歇期的调整时间 那么利用这个间歇期的调整时间 隔着球率可以积极的完成一系列上的人员调整 包括教练组层面的包括阵容层面的 各方面全面升级为第三阶段来的一个最后时刻的一个长迷赛 17类比赛来实现一个强势的复苏和板弹 那么目前来看其实前两个阶段的联赛打完之后 北京手钢这支球队与赛季之初他们的一个高目标 而对比来看他们现在和取得的一个成绩是非常尴尬的 那么目前处于一个季后赛边缘的一个行为场 那么这支球队如何能够在第三阶段吹响一个冲锋的号角呢 那么似乎来看这支球队已经率先开始了一系列的一些主动性的操作了 球队本赛季已经完成了第二次换帅 球队宣布谢利宾下课前北京手钢队的成功的一个外教 亚尼斯也是重返球队执教 那么亚尼斯其实此前就曾一直在北京手钢执教多年 那么也在北京手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 其实也是在上个赛季由于各种种种的原因签证的问题 导致他滞留海外迟迟无法回到国内 因此呢才被迫临时的启动了谢利宾这样一个应激怨 让谢利宾及时的补了上来 那么成为了一个临时主帅 那么如今亚尼斯重返北京手钢执教的 对于球队来说也算是注入了一股的精神力量 那么同时呢谢利宾和克里乔利也将会共同的辅佐亚尼斯 来组成一个强大的教练团队 那么教练团队确实目前来看 北京手钢实现了一个非常华丽的一个升级 那么在这样一个强大的教练团队的一个支撑之下 这是北京手钢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能够在第三阶段带给我们更大的惊喜 那么他们的整体的训练效率 比赛的效率在场上临场指挥各方面 也都会往上攀登一个档次 那么亚尼斯他是一个非常了解CBA 非常了解北京手钢这是球队的一个教练员 那么同时他的一个场上的激情的指挥 他的人格魅力也是能够折服这些北京手钢的球员 让北京手钢这些球员能够为了他而去拼命 对吧这是不可否认的事情 所以说呢这也为亚尼斯接下来第三阶段 吹响北京手钢的一个冲锋的号角 而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同样我们不可否认 亚尼斯回归之后 球队目前所存在的一个短板 也是必须要认清楚的 那就是小前锋这个位置上 随着C小川的一个重伤 他何时能够归队 目前不得而知 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那么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保全都压到王小辉一个人身上 那么近期我们也看到北京手钢 他的一个补强的决心也确实是非常大 一共有三个人进入到了北京手钢 有亡在第三阶段 一个阵容的一个补强的人选之中 那么首先来说 第一个是谁 那么就是大家近期船子最火热的一个 八一队的小前锋雷蒙 那么雷蒙证明小前锋球员可以说是一个个人攻击侵略性非常强的一名小前锋 身体蹲位也比较壮 那么类似于里根那样的类球员 那么如果说这样一位超级小前锋能够加盟了北京手钢 那么北京手钢 他的风险将会带来一个全面的提升 让球队未来真小川拥有了一个非常合格的替补 对不对 这可以很好的充实北京手钢的风险 而目前八一队这些球员也都在积极的寻找下家 也为他加盟手钢奠定了这么一个基础 而如果说北京手钢此时开出一份不错的价码的话 那么我相信雷蒙他一定不会拒绝的 对吧 其次来说第二个人嫌谁呢 就是球队的外援 麦克雷 麦克雷其实两个多月之前 球队就已经跟他达成了一个加盟的意向 但是由于签证的问题 至今为止迟迟还没有来到中国 但是目前来看 在未来的一个月之内 麦克雷是十分有可能来抵达中国的 那么预计他将会亮相第三季段联赛 那么目前来看 这样一个能够打二号位 能够打三号位的一个风味摇摆人 他的到来将会让北京手钢 他的外援这样一个配置上 变得更加的灵活多变 那么让雅尼斯他的佣人上 可以在外援上 在二三号位置上 有了一个更加灵活多变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这对于北京手钢的一个风险的充实 也会是带来非常大的重要一个帮助 那么其次 第三个补强小强位置的人是谁呢 好一位就是目前 正在跟随着中国南来国家队进行集训的 北京青年队的小将曾凡博 那么曾凡博这位小将 其实他此前是没有报名CBA联赛 是因为不年满18周岁 但是如果说他能够入选 杜丰中级的12人大名单 跟随国家南来 一起去亮剑亚洲杯预选赛 那么能够顺利的 有过国家队正式的出场之后 那么他将会破格来注册本三季的CBA联赛 那么他非常有望 亮相今年的CBA联赛的第三阶段 虽然说他少数这三个人的一个补强计划 也被称之为北京手钢近期的一个 3.0的升级计划 也是他们的一个3.0的一个争冠计划 那么如果说这三个人 都能够在第三阶段亮相北京手钢 或者说有其中两个人 能够亮相北京手钢 第三阶段比赛的话 那么对于北京手钢 他的全面阵容的一个升级 短板的补强 都会带来一个质的飞跃 那么也让北京手钢 正式的可以让球队的阵容 不再拥有任何一个短板 也将会正式的重返 争冠行列 在雅尼斯的带领之下 向着总冠军再一次发起冲锋 我们也拭目以待 好了 那每期的胖周聊的时候呢 那现在就到这 喜欢胖周聊 别忘了点关注 胖周玩天里没地 聊段球